市長 昨天你正式被國民黨徵召 民進黨議員就說你應該要為待職參選道歉辭職 你怎麼回應 面對國家在現階段國外情勢 選進國內百費待職 其實一個對國家社會有責任的人 絕對不能視而不見 應該挺身而出 讓我們國家社會進步 當然對新北市來說 國家跟新北市也都是息息相關 所以我一定權力 讓新北市在這段時間 仍然遠不停歇往前走 照我們的203年新願景 權力的推動 所以市政不但不停歇 還會權力加速 大家一起加油 那是規劃9月或是10月要請假嗎 那有規劃說捐薪水這件事情 其實我對國家社會的使命 我當然會堅持我自己 還會堅得更多 所以我相信只要大家抱著多做事 其實有些議題就會連同大家所認知的都會一樣的 我們都會全力做好事 市長 你們現在主軸會往什麼樣方向來發展嗎 像是打字安排和平排 或者是反這個貪圖接閉 其實這段時間 對郭董非常的敬佩 他的三項理念 我覺得很好 一個和平 繁榮 青年 其實我一直在強調一件事 我們社會要公平 兩岸要和平 國家要太平 人民要安心 社會安定 國家安全 這些其實 也代表我們國家需要永續繁榮 然後能夠往前走 當然青年 絕對是一個 台灣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所以其實只要有共同的價值 共同的信念 我們都可以手牽手 向前走 市長你怎麼看 因為昨天你有到國民黨中常會 但是因為昨天其實 徵招的過程 你怎麼看國民黨中常會 沈志惠說 徵招當天才公布遊戲規則太晚了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有可能去彌補國台民心中的傷痕嗎 郭董事長其實 是一位 這個世界級的領袖 他帶領著台灣的科技業 站上了世界舞台 他在疫情期間 也帶領著民眾 安然的度過 所以特別 他一直以來都是以中華民國為念 那昨天 我們也看到他發的臉書 展現了大氣 我想接下來我們就是朝著共同的目標 團結一致 贏得勝選 黨中央的科學數據中說 有十位縣市長是挺猴的 那您是其中一位嗎 接下來要怎麼訪問他 猴市長是一位 務實正派 有魄力 有遠見的人 我相信在國民黨提名之後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團結並進 朝著共同目標 贏得2024 至少可是光團結可能沒有用 因為我們面前的民調 我們現在還是第二 一定要藍白河 人對藍白河覺得是接下來國民黨的重點 還有一段時間 我想 侯市長 被提名 接下來 我想我們希望 團結 一致 大家往共同目標邁進 那我想 大家就是 這個 在各自的崗位 盡全力 來支持 我們黨提名的候選人 當然這一次 有總統選舉 也有立委選舉 我們也會希望 我們在國會 能夠過版 市長你怎麼看 因為昨天臉書文去留言的時候 要爭取郭台銘支持 但他卻用岳飛來比喻郭台銘 但 歷史上其實郭台銘是被皇帝召回 是不是 你設議面怎麼看 我想最重要 其實大家都有共同目標 無論如何 昨天 我們 終於一定 正式的 被提名人 那接下來 我想我們就會 一起 在 剩下的這段時間 大家在各自的崗位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然後 炒共同目標 1.0.2020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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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推薦 管中理管理業擔任 你的副手 或者是郭董 那你怎麼看 你的副手條件的人選 其實 郭董 我是非常敬佩的一個人 尤其他的 總部在口上 長期以來 我對他經濟的貢獻 尤其這段時間 他業力挺身而出 守護中華民國 過台灣這個土地 他的骨心 他的悲心 奉獻 我真的很感動 所以其實郭董 是我們有共同價值跟信念的人 當然 廣宗女 在當台大校長的時候 有所有為 而且得到很多老師跟學生的敬仰 他也是國家的懷寶 是令我們敬佩的 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對象 我們也是一起 為了我們的國家 為社會的發展 大家一起努力 市長現在傳出 就是副市長謝震達 以及副秘書長張其強 還有法治局長吳宗憲 都會未來都會協助 你打2024的選戰 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團隊 不管內部如何調整 最重要的選舉 要影響市政 往前走的力量 就是關於今天等於黨中要正式徵召 這個總統的參選人 那是不是之後也要趕快做這個 所謂的不管黨內黨外的這個整合 這樣子才不會變成台灣的罪人 我覺得這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饒之 本來你侯友宜 這個去年11月 這個以大贏45萬票贏林佳龍 國民黨中央就當時可以宣布徵召他 對不對 就說好 那麼侯友宜表現最好 我們這個中央水果 我們徵召他一鼓作氣 對不對 乘勝追擊 弄了個半天繞過來繞過去 繞過來繞過去 到現在還是侯友宜 那我也不知道他要怎麼樣擺平郭台銘 你把他搞進來 耍弄了一圈 然後呢 讓郭台銘以為很有機會很有希望 然後現在還是沒有 那你搞了半天 我不懂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算計算來算去 最厲害的精算師到底算了個什麼 就是說 本來不單純的事情搞得很複雜 那當然了 在目前的情況 也只好大家團結 但是團結不是嘴巴講講團結就能團結的 我覺得還是要想就是說 最大的目標你要不要民進黨繼續執政 如果你對民進黨過去七年很滿意 你就繼續投民進黨就是了 對不對 大家繼續受苦 如果你覺得不要我要換人換黨執政了 那就是投國民黨 那投國民黨 如果說本來藍軍的支持都能夠加到侯瑜身上 然後再加上中間的選民 那我覺得他當選的機會很大 我還是同樣的一個觀察 南部小輸 北部大贏 中部打拼就會贏 南部大輸 北部小贏就不會贏 所以就是要看候選人本身的訴求 還有看選民的智慧 我是有收到通知 邀請我下午到中場會去 應該就是要提名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但是人選我並沒有被告知 不只管說國民黨提名什麼人出來 我相信都是最強的人選 也希望國民黨這次要好好的團結 大家要把這個2020選戰打贏 讓台灣有個更好的未來